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美乐 那这个周末呢 我们要去板桥来一个两天一夜的小旅行 这次影片呢 我们会去板桥几间很有名的餐厅吃饭 还会去住一间地点很好 价格也没有很高的一间饭店哦 那因为距离check-in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先来到板桥的邻家花园 走吧 拜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邻家花园 那他的名字呢 其实叫做邻本圆圆地 票价呢一个人是八十块哦 如果说是新北市民的话是不用钱的 在门口这边啊 就有一个这个地图 来介绍的他每个建筑物是教室的房子 那如果说要参观他们住的地方的话 这个要参加导览的 不能随便进去 他这边很美耶 整个就是有钱人家的花园 这里超大的 他这里很好拍耶 难怪很多人来这边拍婚纱 这间邻家花园啊 是在大清时代的咸丰三年的时候建的 是目前呢 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园林建筑哦 也是二级古迹哦 你看这里 这不是就是在演古东西吗 来追我来追我是吗 这一区都是他们的庭院 满满的庭院 这一区的大小直接可以盖一栋大楼 光庭院就可以盖大楼 那我们现在这边就是订禁堂 就是在招待贵宾的地方 我猜就是在这个大堂版的吧 我们后面这个就是来清阁 也是他们招待贵宾住宿的地方 他这里还有一间这个吉谷书 是他们的轮创商店 我们现在要怎么出去啊 我们在家里迷路了 太大了 这古代人的家 他们以前真的都找得到出口 我们现在要出去了 但我们找不到出口在哪里 刚才还有人跟我们指示说出口要怎么走 刚才我们还问人 对 你有在家里问过人家说出口在哪里的吗 不会啊 因为我们这样一眼就看到出口 来到这个邻家花园啊 现在可以看得出以前繁华的光景 嗯 我额头怎么这么亮 那这里确实是一个板桥 非常值得来的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景色跟建筑 那如果说你们没有来过的话 假日非常推荐你们来这边走走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希望可以来参加他们这里的导览 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在这边走走 来参观一下他这边每一个不同的故事 我们现在在板桥捷运站 准备要走去去陶曼旅那边 那去陶曼旅呢 它就是标榜着 你可以直接从捷运站 如果说万一下雨的话 你可以一个完全不用淋雨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走到他们的饭店 那他这边的位置很好 他就在板桥凯大的后面 那如果说圣诞节期间 要去新北耶诞城的话 也是很近哦 那他这个饭店呢 就是在远拜的旁边 附近的机能也是非常的丰富哦 有便利商店啊 还有很多的餐厅 那我们今天明天要去吃的 Mercy Cafe跟砂锅粥 都是从这边走路不到5分钟的距离哦 这里的Lobby啊 简简单单的不会很浮夸 走进去就会让人家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那他这边啊 还有配合的月饼礼盒 他这个月饼礼盒的口味很特别哦 他有黑糖珍奶QQ口味啊 羊汁干露口味 都是首要饮料的口味耶 然后他这边还有这个饮兵饮料耶 在他这间饭店啊 如果说你有想要玩桌游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跟他们住桌游来玩 而且可以选择的种类非常多种 他这里还有几间配合的店家 都有不同的邮会 如果想要去哪一间的话 都可以询问柜台哦 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住的房间 长什么样子 那这边一进来啊 直接就是个浴室 右边就是洗澡跟上厕所的地方 然后左边这边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美镜子 他这吹风机也是蛮好的耶 也是负离子吹风机耶 不错 这个吹很快 他这个厕口也是有棉芝麻筒耶 然后你看这个浴室 左边这一区是淋浴的空间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浴缸可以泡澡耶 洗手台的另外一边呢 就是这个茶水柜 他这里面有绿挂式的咖啡包 然后还有附这个咖啡的手冲壶 还有很多免费的茶类可以喝哦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定的是四人房 所以他这边呢 右边就有一张很大张的双人床 左边这边呢 就是两张独立的单人床 蛮不错的耶 对啊 这空间还不错 然后中间这边就有一张小桌子 可以在这边吃东西啊 或者是跟几个好朋友来 这边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这边聊天啊喝酒 原来衣柜在这里耶 我刚刚进来还以为衣柜在哪里怎么找不到 原来在这里啊 你看这个衣架 还很有设计感耶 这里还有一个无线充电板的时钟耶 我以前都觉得这种无线充电板啊 是个很多余的东西 但是他把无线充电板跟时钟做在一起 这样子我就觉得还蛮适合的 也蛮好看的 他这个电视啊 你可以选择要看YouTube 或者是爱奇艺 直接在这边电视上面就可以看了 还蛮不错的 而且他电视你还可以这样子拉拉过来 你要左边看也可以 右边看也可以 好了来看看我们的频道吧 以一间商旅来说这算很不错了耶 这房间其实还蛮简洁的 而且你看他搭配这个彩色的抱枕 就不会让人家那么有商务饭店的感觉 那虽然他这边没有健身房也没有游泳池 可是他这边的价钱是比隔壁的还要少个一两千哦 接下来我们来参观这间他们最应在主打的这间房间 小美希 他这个小美希就是可以用声控来控制这个整个房间 小美希 你好 我当然好了 因为一直都有宝宝的陪伴和理解哦 小美希 可以放音乐来听吗 可以耶 他放一首叫做可以的音乐耶 可以 小美希 帮我播张国荣的歌 哇 他真的很遵测得到耶 小美希 晚安 他这边有个活动就是你可以跟小美希说 帮我送一瓶金牌 免费的耶 回到这间房没有小美希好不习惯哦 都没有东西可以使唤 开灯 关灯 晚安 晚餐我们要来吃的这间呢 是我们板桥朋友推荐来到这边一定是必吃的6BG沙锅粥哦 那这间砂锅粥啊 就距离刚刚我们住的去陶曼女走过来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哦 通常啊 打电话来进士都定不到位置 那其实现在我们就是走过来这边看看啊 然后就有找到位置 好走 这间6BG啊 在板桥总共有两间店 一间呢是有装潢过的 一间是没有装潢过的 一间是没有装潢过的 那我觉得没装潢过的这间 比较有在吃砂锅粥的感觉 嗯整个氛围很好 看这边的砂锅粥啊 因为在煮要30分钟的时间 所以在定位的时候 他就会先问你要什么粥 他这边的砂锅粥种类有很多 有红熏粥啊 蟹腿粥啊 钓鱼粥啊 这些 他还可以点两人份 四人份或者是六人份的 这个是我们点的钓鱼粥 然后我们有加了一份仙科150块钱 而且他这个钓鱼粥里面料还蛮多的 还有虾子 还有丸子 我们点的这一锅啊 是两人份的 这个四个人来吃 应该可以吃到一碗半 这一锅我们两个人来吃的话 一定吃不完 不一定啊 好不好这一锅太好吃了 我就吃得很好玩 好吃耶 好吃耶 难怪是板橋人必须美食 他这锅真的好吃耶 而且他海鲜味道蛮香的 就应该是因为他这个粥真的是 花了三十分钟的时间去做熬煮 他整个粥的味道非常的香 都有入味 非常好吃 很入味 对 而且他这里面的料也是非常好多 鱼粥还有虾子 难怪刚刚我们在给的时候 店鱼一直很担心不够吃 真的 晚上这里跟后面那边都有亮灯了耶 感觉又是很好拍的样子 晚餐结束后呢 我们决定要去按个磨 因为这间饭店呢 他有跟几间按摩店做配合 刚刚呢因为这边的人跟我们推荐三本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去三本按摩了 那在这边呢如果要按摩的话 可以直接在柜台这边预约 然后就会有接驳车来这边接送哦 按摩我们就是在这间距离我们饭店开车 大概五分钟距离的三本按摩店 他这边有跟凯撒还有去逃慢旅合作 那如果说有助算电话就是打旧责 他这边有脚底按摩 还有身体有压、直压这样 这里还有一个泡脚尺 还会变色哦 他这里按脚一个小时 还有五分钟的肩颈哦 好啦我先睡啦明天见 掰掰 哈囉早安 晚餐的第二天我们要来吃 距离我们饭店没有几分钟的这间 Mercy Cafe 他这边的门口有用很多的植栽造计 然后门口还有一台小房车 很漂亮很好拍照 他这间是可以先电话定位的 那如果说没有电话定位的话 也是可以来这边现场后卫 但是现场后卫的话 就一定要人在现场 嗨Risha大名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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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嗨 这个里面的设计风格啊 就有点现代风格的感觉 又有点美式乡村风的感觉 混搭 那他这间啊虽然是早午餐店 他也是有卖一些调酒类的 类似餐酒馆的概念 他那边的吧台啊 上面那一排有放一些酒瓶的装饰 然后下面还有放一些调酒的激酒 他就会在那边现场调这样 他下面那些啊 就是有咖啡豆的 就是豆子的包装 然后大部分是日本的 像那个大肥鸟就是冲绳的 然后percent咖啡在那个东京 也很有名 在吧台的旁边呢还有一个点心柜 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看你想要什么点心 他这边早上啊 就是有卖这种早午餐 他可送我们刚才看别人点的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点 然后过了中午之后呢 才有供应这些中餐的东西 像是意大利面跟炖饭 你看这是我点的蓝莓蜂蜜牛奶 好紫色哦你看 好像沖水和紫色芋糖 紫芋 真的好像哦 这个就是喝的时候啊 他鼻子还会闻到这个迷迭香的味道 就一边喝还闻到迷迭香 但就有那个嗅觉跟口感 两个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的感觉 还蛮不错的 这是西西里咖啡 等一下把这个浓缩咖啡 製造进这个 檸檬西西里混合搅拌之后 就可以喝咯 哇散开来了 你看他就在下面咖啡散开来了 听说他这个西西里咖啡啊 是宿醉的时候可以当做请酒用的 瑞佳你昨天是不是有偷喝酒 你看我点的这个水果 好繽紛哦 这个水果都有很多水果耶 里面还有麦片哦 旁边还可以加这个麦片加进去 我点的这个呢 是他们的猫王总会套餐 他这个很酷哦 他这里面有放培根 他有放香蕉耶 他的套餐啊 你可以选择要太阳蛋啊 或者是炒蛋 然后他还有附一杯红茶 来到这种餐厅 先喂饱手机是必要的 大米典的这个看起来也很厉害 这个里面有鲑鱼提斯 然后又是用竹炭吐司做的 他这种会吐司啊 一拿进 就可以闻到很香的花生酱 还有香蕉的味道 很香非常好吃 我们现在呢 要去玩他们饭店 有提供的一个VR的游乐设施 我们拿到他们VR 有提供的这个探险包 他这个有一个小巅风扇 两条毛巾 还有这个 所以只要有报名 都会送这样一包哦 那如果说只是单纯来玩的话 两个人呢 是599元 他们这边有推出3000多块 住一晚然后含玩VR 都一个方案了 他这边的VR设施啊 就是放在他们的F层 其中一间的房间里面 听说到目前为止 只有两个人挑战成功哦 一个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另外一个就是其中一组房客 Jungle Guest Are you ready? No 哇很丛林耶 好像很可怕 我觉得以我们两个人的程度 可能没有办法通关 他这个还要先戴这个眼罩耶 口罩的眼睛版本 好等一下我们要戴那个VR眼睛 就可以放在这边 破关的是你们两个吗 不是我 是不是他 不是你吗 那这里在哪里 你要跟我们讲 OK 哇上面可以看到好多星星哦 真的耶 要拿去那边对应的 是不是 是吗 我放在九公格里 因为九公格里面都有图啊 是放在九公格哦 对对对 他不是刚刚就一直重复吗 这两个 我觉得我们很笨 纯了 要喝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 会 玫璃你会攀岩吗 我可以攀岩 抓住你正常攀岩那样子 欸你不用担心你的脚欸 哇灰鱼 欸那我要攀到哪里去 那你帮我左右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平台 欸真的有啊 大平台 那里面要什么 拿起来 哦好啊拿起来 欸 欸 出了 好暈哦好玩 但是这个还蛮难的哦 这需要两个聪明的人 可能我在找另外一位瓜哥 我们根本就是偷偷有指示 才可以到这个82%的进度 不然可能没办法到82% 我们在那边移动移动 我是很慌耶 不过我觉得总体来说还蛮好玩的 对 我都当这个就可以了 颜值担当 所以可以当废物 如果说没有颜值的话 不要当废物 就算了 就是我 我就是没有颜值 所以我不能当废物 我得要当用脑筋的那一个 在要离开板桥前呢 我们来这间藏心饼铺 那这间藏心饼铺 它在板桥 过年过节也都是大排长龙的哦 而且它已经开了很久的时间了 它这边很有名的 就是有卖这个绿豆兔 还有白豆沙绿豆沙饼 大家买好了 那板桥出的这间藏心饼铺 其实隔壁的庆方饼铺也是很有名哦 两间都各有拥护者 都可以买来试试看 好啦那我们这次板桥 两天一夜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其实我觉得周末来板桥 这边住一个晚上还蛮不错的 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住到很好的饭店 然后还可以吃到这附近非常好吃的东西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那也赶快计划行程 我们来吃饭吧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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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